自从广告金句 钻石恒久远 一颗涌流传 横空破市之后 拥有一颗璀璨夺目的钻戒 成为女人的梦想 也成为男人的梦魇 美国有对夫妻 在筹备婚礼时 亲身体验到 想买一对理想中的婚戒有多难 新婚过后 他们创办了线上婚戒公司 Many Benz 服务跟他们一样 有同样烦恼的新人 自2016年成立以来 每年双倍成长 快速成长 已卖出20多万枚戒指 年营业额突破千万美金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珍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 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 欢迎点击下方连结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 是刊登在2020年6月4号 由陈卫明所撰写 并刊登在创新拿铁官网的文章 Manny Benz两位创办人 Jonathan和Michelle 原先在好莱坞工作 分别从事短片导演和电影演员的工作 他们在约会网站上认识和交往 在2016年准备结婚 在繁琐的准备过程中 为了找到理想的婚戒 他们抽空逛遍了当地的珠宝店 却发现店里的款式选择有限 想要特别一点的设计 必须要再多付一点钱向店家订制 再等上三到四周才会拿到 而Jonathan的手指比一般人来得出 势必得多花十多时间和费用 才能做出他想要的尺寸 于是Jonathan改到网路上搜寻 终于在一间网路商店里找到一款尺寸够大 价格也符合预算 但设计频繁的婚戒 但因为无法世代 婚期又迫在眉睫 Jonathan除了店家建议的尺寸之外 又多订了一只稍大的以防万亿 过了两周 Jonathan收到了快递包裹 送来的戒指装在塑胶盒子里 连个像样的盒子都没有 不过好在婚戒的尺寸合适 两人的婚礼也顺利圆满完成 不幸的是 新婚后没多久 Michelle就被解雇 刚把继续花在婚礼上 又少了大半收入 让两人陷入财务困境 为了降低开销 Jonathan决定先辞掉工作 和Michelle一起搬回父母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老家 一段时间里 Jonathan和Michelle一边休息 一边讨论着自行创业的可能性 因为Jonathan有多年的 网站设计和行销经验 也参与过采购和制造流程 而Michelle对于产品设计 有浓厚的兴趣与热情 但要创业做什么题目才好呢 Jonathan想起筹备婚礼时 购买婚戒的糟糕经验 认为婚戒的市场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他们成立了 Manly Bands 找了制造商 由Michelle设计了无师妹戒指 Jonathan做网站 投放Google和FB广告 吸引流量 过了几天 Manly Bands 接到第一笔订单 一路开始成长 Jonathan和Michelle 也把利润拿来持续投入 不断改善产品 更精致的戒指盒 30天无条件退货 一年保固 满意的顾客 纷纷主动用开箱文 在工作上刷出一片好评 Manly Bands的业绩一路快速成长 Manly Bands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产品的多样性 网站上有超过250种设计款式 可提供选择 戒指的材料 从想得到的碳纤维 钛合金 到不可思议的陨石 恐龙骨头等特殊材质应有尽有 而材质的多样性 除了创造新晶的设计 也能满足消费者不同场合的需求 举例来说 工作场合适合 素面低调的一般不锈钢界 下班跑趴时换上鲜艳炫目的流离戒 上肩上房时再换上耐操的矽胶戒 因此许多顾客在婚礼后 仍一再上门回购 成为Manly Bands 业绩持续成长的主力 而Manly Bands 的戒海策略得以成功 得归功于网路低成本广范围的特性 让大众消费市场之外的墙尾得以浮现 以Manly Bands 的例子来看 传统实体店家在当地能接触到的消费者基础之中 对恐龙骨头婚戒有兴趣的消费者数量 恐怕不足以支撑营运成本 一旦买商店搬上线上之后 客群扩大范围到全国甚至是全球 就是一块可观的立即市场 另一方面仓为市场也代表着个性化 传统婚戒的大众消费市场 由规模经济主导 选择相对有限 顶多换换黄金、白银或钻石的组合 但对于仓为的消费者来说 功能性不是首要考量 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借由身上的行头 来展现个人评论,告诉周遭的人 我是谁 因此在ManyBenz网站上的商品说明中 除了介绍戒指材质尺寸以外 还有一栏个人特质 暗示新难关 只要戴上这枚戒指 你就能像John Wayne一样帅气的牛仔 身为一个勇敢的启士 你应该拥有这枚戒指 试着戒指唤起男人们儿时的梦想 驱使他们按下购物车的结帐按钮 对新人们来说 在紧罗密鼓的婚礼筹备过程中 最怕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错 影响全盘规划 心浮气躁又手忙脚乱的情形下 往往还没有结婚 新郎新娘就先炒成一团 身为过来人,Jonathan 非常理解顾客在网路上买戒指 最担心的就是尺寸不合 后续产生退换货的麻烦 以及额外成本 因此,Many Benz 在收到客户下订单后 会先祭出不同借尾的样品 让顾客实际待着生活几天 找出最舒适 又不容易送脱的尺寸 如此一来,避免了尺寸不合发生的几率 让相关的客数比率降到只有1% 起初Many Benz的客服 由Jonathan和Michelle亲自处理 他们回应每一则顾客的留言 最终顾客留下负贫的原因 甚至会一一手写感谢卡 祝福即将完成人生大事的新人们 不过,随着业务量持续成长 加上客户逐渐遍及全球 他们决定把客服外包给第三方 服务供应商Influx 提供24小时全天无休的客服管道 让新人们在一片混乱的婚礼籌备过程 随时可以解决产品相关的问题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改变策略之后 外包商无法解决的问题只剩下10% 这让Jonathan和Michelle 可以花更多时间思考未来 而对Many Benz经营的下一步想法 Jonathan和Michelle认为 现有客群中高达60%的女性顾客 会是他们下一个努力开发的重点 相信每一个生活周围的需要 都会是创新的起点 所以大家不妨多多思考 多多尝试 为自己创造不一样的未来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